好的 我们进入第七章 第七章的话一共是三节 我们用一个视频把这三节讲完 第七章的标题叫做酸 碱和盐 首先来看第一节叫做酸和碱 看看学习目标有哪些 首先是为什么有些溶液呈酸性 有些溶液呈碱性 第二个就是 这两个词它们的区别分别是什么呢 这两个词basis和alkalite 其实都可以翻译成碱 但是这两个碱在概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 第三就是如何去测量 如何去测定我们的酸度值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做水溶液 水溶液很简单 就是把一个东西融入水之后形成的溶液 例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把所谓的盐 融入水里面去 就变成了我们的盐溶液 盐溶液 那么你还能给出一个例子来吗 还能给出一个例子来吗 比如说我们把糖 融于水 其实也是一个糖的溶液 可以没问题 多啰嗦一句就是 绿花纳 它的 一个 一般的名称叫做食言 中文翻译做 或者说中文叫做食言 而在英文里面并不一定叫做eating什么什么东西 而叫做table 叫table sugar 啊不是 table salt 不好意思 table salt table salt 那这就是我们的食言 不要想当然的认为 跟食有关一定会出现一个吃啊 接下来我们看什么是酸性 什么是碱性 什么是中性 这个取决于你融进水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 就是生活中常见的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的例子 比如这幅图 这幅图 那么这幅图里面 你能看得出它们都是酸性还是碱性的东西吗 当你看到这些水果的时候 应该能够想得到 比如说像柠檬之类的是非常酸的东西 对吧 包括这里的 这个可乐 可乐的话也是一个所谓碳酸饮料 酸性 而这个地方还有我们的米醋 酸性 连阿斯匹林这样的东西也都是酸性的 而这幅图里面 你能够看得出哪些是酸性 哪些是碱性吗 我们以这位家庭主妇 他的这个右手边 也就是我们图片的左手边 这一堆 这一堆水果 什么柠檬啊 这个葡萄啊之类的 那么这些都是酸性物质 包括这里的醋 而右边这些 右边这些那就是碱性的物质了 比如说这里有个bleach 叫做漂白剂 还有像我们的牙膏 还有像我们的肥皂水之类的 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酸和碱 接下来我们看两个相关概念 就是怎么样去区分alcline和base alcline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词 这个词其实来自于 来自于阿拉伯语 所以你如果学了这个词之后 你倒是学了个阿拉伯词 阿拉伯语的词 它的本意是烧火烧剩下的那些灰烬的意思 那么什么是奥克兰呢 它是可融的氢氧化物 而base的这个概念是说 能够综合掉酸的那些物质 能够综合掉酸的物质 如果我们画维恩图的话 那么base其实是一个更广泛的 或者更大的一个概念 它包含着包含着奥克兰 奥克兰说了只是一些可融的氢氧化物 比如说最常见的那一个 氢氧化钠 你应该是最熟悉的氢氧化物 那么氢氧化钠就属于奥克兰 包括氢氧化钠是奥克兰 包括我们的这个氢氧化钙 虽然氢氧化钙的溶解性 并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也可以算作奥克兰 那它们外面这些还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道题 说下面这些里面 哪些是奥克兰 哪些是base 来瞧瞧第一个 氢氧化钙刚刚说了 这个东西是奥克兰 多问一句 那它是base吗 要小心啊 base其实是含 包含着我们的奥克兰的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是奥克兰 它这个东西也是一个base base这个概念 其实比奥克兰要更宽一些 它包着奥克兰 所以其实第一个 它是奥克兰 同时也是base 而第二个呢 氧化钙呢 氧化钙首先你要知道 它肯定不是奥克兰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氢氧化物 对吧 它是个氧化物 但这个氧化物实际上是可以中和掉 中和掉我们的酸的 这个点中和反应 我们要到下一节再去学啊 那么这一个 这一个 它可以中和酸 它是base 但是它不是氧氧化物 它并不是奥克兰 第三个 第三个 氧化钙 氧化钙 根据氧化钙的经验 它也不是奥克兰 但它是一个base 第四个氧氧化钙 氧氧化钙有氧氧 是个氧氧化物 是吧 根据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那它就是奥克兰 同时 只要是奥克兰的东西 它一定也是个base 所以总体来说 这里这四个家伙 都是 奥克兰 不是都是base 都是base 但是只有第一个和第四个 两个是奥克兰 然后我给我的学生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问题 就是 这样一个东西 氧氧化钙 它是不是奥克兰 这个地方也留给你有兴趣 自己去想一想看 那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些物质溶解之后 会成酸性 有些物质溶解之后 会成碱性呢 主要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 当我们把 氯化氢 溶到水里之后 就形成了盐酸 盐酸自然是一个酸性的物质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氯化氢溶于水之后 会给出 或者叫电离出 氢离子 同样 硫酸氢也是这样 当硫酸氢 溶于水之后 我们来写写看 当硫酸氢 溶于水之后 就形成了 所谓硫酸 硫酸的话 是因为 它给出了氢离子 和硫酸氢根的 离子 并且 其实这个溶液 还可以 硫酸氢根 进一步 给出 氢离子 和硫酸 根离子 硫酸根离子 所以总体来说 它可以给出氢离子 那么 它形成的溶液 自然就是 酸性的溶液 反过来 如果它的溶解 能够 给出 氢氧根离子的话 那么 它就 会是一个 碱性的溶液 最后生成 比如说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 溶于水之后 这个固体 溶于水之后 就会变成 钠离子 和氢氧根离子 那么 给出了氢氧根离子 溶液就成碱性 氢氧化钾 也是一样 我们来写写这个式子 氢氧化钾 当它溶于水之后 给出了钾离子 和氢氧根离子 那么 溶液成碱性 氢氧化钙 最后一个例子 溶于水之后 生成了钙离子 小心啊 钙离子是两个单位 正联合 和两个 和两个氢氧根离子 所以 它仍然能给出氢氧根离子 它就是一个碱性的东西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学到一些词 比如说 碱性的 是吧 怎么说 酸性的 该怎么说 碱怎么说 酸怎么说 我们的碱 还有两个不同版本 一个叫做Alkline 一个叫做Base 对吗 一个快速的回顾啊 那么 什么离子 使得溶液成酸性 Acidic 氢离子 是吧 比如说 这里给出的是一个 有机酸 叫做乙酸 或者也叫 甲乙丙丁的乙氨 乙酸 也可以叫做醋酸 那么醋酸的话 它里面 是含有一个氢离子 在这 这是它的化学式 或者它的化学式的碱血 那么 它有一个氢离子 它可以 给出氢离子来 溶液就成了酸性 而如果你把 氢氧化被 这个固体 溶于水里面的话 氢氧化被 会给出氢氧根离子 因此 这样的溶液 就成了碱性溶液 学习这个词 碱性的怎么说 叫Alkline 这是它的形容词性 是Alkline 碱性的 碱性的 那么再来看 下面这道题目 如果我溶解 下面这些东西 它是成酸性的 还是成碱性的 还是成中性的呢 第一个 当我溶的是 氢氧化钠的时候 氢氧化钠包含着 氢氧根离子 所以 溶液就成了碱性 成了碱性 多问一句 它是Alkline吗 它是 对吧 它是可溶的 或者说 可溶的氢氧化物 那么 它是Alkline 既然是Alkline 它也就是个base 再往后看 当我把氢化氢 溶于水之后 因为会电离出 氢粒子 前面这个氢粒子来 所以 它就是一个 酸性的溶液 而这个地方 这就要做Sucrose 这是我们的 蔗糖 蔗糖 或者说 我们一般家里 使用的那个白砂糖 那么这个东西的 一般名称叫做Table Sugar 又来个Table 是吧 刚才有个Table Salt 食盐 这回来个Table Sugar 蔗糖 蔗糖的话 其实溶于水之后 并不能够 电力出氢氧根 和氢离子来 因此 当它溶于水之后 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溶液 氢氧化钙 有氢氧根离子 所以一溶就会变成碱性溶液 Glucose 这个是葡萄糖 葡萄糖根据我们刚才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白砂糖这个经验 那么也是溶于水之后 并不能电力出氢氧根离子 和氢离子来的 所以也是一个中性溶液 最后这里 这是硫酸 顾名思义 硫酸硫酸 只能溶于水之后 肯定就是个酸嘛 前面它有两个 是吧 两个氢离子可以电离出来 当然如果我们讲的 更详细一些的话 其实并不能够完全 电离出两个氢来 好 现在你能够通过 比如这样的化学式 来判定 谁溶于水之后是酸性 谁溶于水是碱性了吗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来回顾一下 如何对它们进行命名 命名这一个 我打了个星号 这个词是它的 这个专业术语 叫做nomenclature 这叫做命名法 这个词当然 不邀请你掌握了 打个星号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再多记一个词 就是命名法 它的专业名词 叫做这么个东西 叫做nomenclature 比如第一个 青雅华纳 我们来看一看 它怎么叫的 其实在这之前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 遇见了它 对于一个奥克莱来说 如果奥克莱来说 它既然是可溶的氢氧化物 那么它们都应该有共同的 Hydroxide的部分 Hydroxide 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含这一部分 然后前面挂上它的 元素名称就可以了 Sodium 叫做Sodium Hydroxide 接下来 HCl 如果它是气态的时候 它是一个气态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最好把它叫做 氯化氢的气体 那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Cl 这个是一个 Cloride 也是不止一次遇见了 前面就是个氢 那么就写下来 Hydroxide 小心啊 永远不会是梗的 这个地方 这个G 一定是发了一个 G这个音 Hydrogen 所以就叫做Hydrogen Chloride 但一旦它变成了溶液 溶液之后 就不再叫Hydrogen Chloride 而是叫做什么什么酸 它叫Hydro 然后Cloric Hydrochloric Acid 盐酸 走往后看 氢氧化钙 氢氧化钙 那么氢氧部分 氢氧部分 自然就是一个Hydroxide 在这里你不用去说 有什么二氢氧化 二氢氧什么样的 那个二不管它 就叫Hydroxide 前面是一个钙 把钙的元素名字 写下来就行了 Calcium Calcium Hydroxide 最后有一个硫酸氢 如果它是一个纯的 纯粹的液态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叫硫酸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应该怎么叫呢 氢仍然是Hydrogen 后面一部分叫做Sulfate 叫Hydrogen Sulfate 小心啊 这个后面是一个 Chloride 是个Ide 而这个是一个Ate Ate 原因是它这里面含有一个氧 含有氧元素的这一部分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Ate的刺猬 但是一旦它变成溶液之后 我们通常叫做硫酸 AQ 硫酸 那么硫酸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 叫做Sulfuric Sulfuric Acid 在有些其他的书里面 你也会看到 它比如说叫做Sulf 这样写的 FU的这个F 它换成PH Sulfuric 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 你会找到 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 都可以 Sulfuric Acid 好了这是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对这些物质的命名 给出一定的复习 我希望你不一定非要去记这些规则 而是希望你通过不断的 不断的去遇到这些东西 加深印象 然后逐渐形成你的习惯 看见它就知道 它叫做Hydrochloric Acid 不用再去想半天 或者是再去分析半天 形成你的一个习惯是最好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 所谓的PH值 或者叫做PH标定 那么如何来测量PH值 PH值是什么 PH值其实就是 我们这个溶液酸减程度的 一个标度 或者说一个标定 比如说科学家们用0到14 这样一个范围 是0到14 然后用它们来反映 这个溶液的酸性强还是弱 实际上这个是算出来的 这个值 至于怎么去算 这个是我们A-level的话题 这里不管它 你只需要知道它的结论就行 当PH值小于7的时候 小于7的时候 那么是酸性的 而且数字越小 酸度就越高 就酸性越强 而如果PH值大于7 就是碱性的 而且数字越大 碱性就越强 要表示酸和碱呢 我们在这个 之前的实验里面 我们遇到过一个叫做 这个 实位式质的东西 实位式质可以告诉你 它是酸还是碱性 但是它不能够比较准确的告诉你 酸性有多强 或者碱性有多强 所以 更好的是 一个叫做 PH试剂的东西 而且这个地方 我们给出的是一个宽泛 或者广泛PH试剂 那么 广泛PH试剂 它就能够比较准确的告诉你 我们的酸性 或者碱性强弱的问题 例如 用广泛 试剂的话 你可以得到 比如说 这样一个颜色 这个 酸这个位置的颜色 以及另外一个 例如 6这个颜色 这个绿色的情况 那么两色一比较 你就会知道 这一个 6的这一个 比3的这一个 酸性要弱一些 如果我加入了 这个试剂的溶液里面 去发现溶液呈现了 这个14这个颜色 那就会知道 这个溶液的碱性 是相当相当的强的 到了A level阶段 我们还会遇到 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 PHG PHG当然就能够 更加准确的 告诉你 这个PH值是多少了 另外就是要知道 在7的时候 当PH等于7的时候 是一个中性的溶液 最后我们来稍微 总结一下 当PH小于7 小于7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是酸性 你还觉得酸性的是 怎么说的吗 那个词 叫Acetic 是吧 叫Acetic 并且最低值 通过上面这个图 你能看得出来 最低值是0 然后当PH大于7的时候 它是碱性的 碱性的这个词 叫做 Alcline 还记得这个词吗 然后最高值是14 好 这是我们生活中间 常见的一些物质 然后这里有 它是PH值为多少 比如说 我们的胃酸 这里 我们胃酸 大概是1这样一个值 那么这是非常小的一个值 说明它的酸性 其实是很强的 然后比它稍弱一点的酸 比如我们的一个醋酸 这是醋 Vinegar 在这 这个字有点太小了 再往上面走 有我们比如说 橙汁 在这个地方 然后西红柿之类的 在等于7的时候 在这 等于7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水 或者说纯水 纯水的话就是7 7是什么 7就是一个中性的溶液了 然后再往这边走 那就变成碱性的 而且碱性在逐渐逐渐的升高 比如说 当我们到13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个叫bleach 这是我们的这个 表白记 表白记的话 13这个地方 告诉你 距离最大的14 已经一步直遥 那就是碱性很强 碱性很强 好的 这是这个图表 最重要的是 你要记住那个结论 就是等于7的时候 是什么样 高于7的时候 是什么样 低于7又是什么样 我们来看一看 本节的目标回顾 首先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溶液 有些呈酸性 有些呈碱性呢 呈酸性是因为溶液中 有什么 有很多的氢离子 是吧 或者说 溶到溶液里面的那个溶剂 会给出氢离子 而呈酸性呢 是因为溶液会给出氢氧根离子 然后贝斯和奥克莱的区别在哪 贝斯是一个更大的概念 它包含着奥克莱 而奥克莱只是一个可溶的 可溶的氢氧根 或者说氢氧化物 可溶的氢氧化物是奥克莱 而贝斯可以更宽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到的例子 贝斯可以是一些氧化物 是吧 氧化钙或者氧化钠之类的 如何去测定酸度呢 科学家们用一个叫ph值的东西 来标定酸度 酸度 明显你要知道 等于7的时候是中性 小于7酸性 大于7是减性 7.2节 我们来看 如何 如何来 这个制备一些可溶性的盐 从哪儿制备 从金属或者是 不可溶的一些 贝斯来制备 来看看学习目标 你要知道的是 当酸与金属 发生反应的时候 它的生成物是什么 当酸与这些贝斯反应的时候 生成物又是什么 然后是如何 生成这些盐的结晶 要变成晶体 从它们的溶液当中 获得这些晶体呢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要点 就是酸跟金属的反应 那么 酸跟金属反应 会生成一个东西 叫做盐 我们看看什么是盐 这里我给你几个 这个关键词 盐 首先是一个化合物 如果一说到盐 你最熟悉的盐是 氯化钠 但是 其实氯化钠 只是 盐类中间的一种 一种 那么它是一个化合物 还有什么 是酸中的氢 被完全或者部分的 被去 被这个金属 或者是氨根离子 所替代掉的一个产物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 盐酸 跟酶的反应 会生成氯化酶 你就会发现在 原来氢这个位置 被谁所取代了 被酶所取代了 那么生成的这个氯化酶 就是一个盐 原来的氢 被一个金属所取代 那生成就是一个盐 然后 取代掉的这个氢 变成了氢气 生成了氢气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好 例子来告诉你 什么是盐 用它来取代掉 里面的氢 而这个反应 其实我们也可以 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取代反应 取代反应 英文叫做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 如果这个词 在物理里面的话 你会知道 这个词是位移的意思 叫displacement reaction 有兴趣 你也可以写在旁边 这个好像我们书本上 并没有对这个名词 做出要求 好的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下面有一个 安全须知 就是我们不要用 钠或者是钾 这个点在我们 学第三单元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不用钠和钾 是因为这两个 过于的剧烈 当它们加到酸里面去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会发生 例如爆炸之类的情况 反应过于剧烈了 那我们要如何得到 氯化铁的晶体呢 因为当你把金属 扔到 盐酸里面去的时候 比如铁扔到 盐酸里面的时候 你形成的是溶液 溶液的话 其实最后你得到 你是看不到里面的 这些 溶质 氯化铁的 那我怎么样 把这些氯化铁的 结晶出来呢 用我们 第六章的那个办法 叫做蒸发结晶 对吧 蒸发结晶 把这些溶液 倒到我们所谓的 蒸发铁里面去 然后一加热 就可以了 一会儿我们有一个图片 第二个办法 如何生成盐 我们可以用酸和 不可容的一些 base来反应 那么 生成什么呢 酸和base反应 生成盐和水 如果你用的是盐酸 那么你会生成一些 氯化物 氯化物叫做chloride 它们包含着 氯离子 如果你使用的是硫酸 那么你会生成一些 硫酸化物 那么这些硫酸化物 叫做sulfates 它们包含着硫酸根离子 而如果你使用的是硝酸 那就会生成一些硝化物 那么这些 带硝酸根的东西 那么它们就会有硝酸根离子 硝酸根离子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它们的名称 名称 请你再看一下 如果它这个 硝酸离子部分是带着氧的 那么就会是ate的一个词位 比如这里的nitrate 带着氧 所以就是sulfateate的一个结尾 这里可以加个s 这个s是负数 是负数标志 那么如果它后面 这个因离子部分是没有氧的 那么就是ide的一个结果 这个也请你以后 每次遇到这些的时候 多留个心眼 多看几次 你就熟了这些规则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酸和一个base 反应可以生成盐和水 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是盐酸 盐酸和三氧化二铁的反应 生成了氯化铁 最后生成水 这里好像配平的时候 似乎是没有配对 这个地方不是2 这里应该是个三才对 生成氯化铁和水 那么这个反应呢 我们把它叫做中和反应 中和反应 英文叫做neutralization reaction neutralization 酸和碱的这样一个反应 acid可以跟base反应 并且这个base 说的是一个不可容的 你同意吗 氯化铁 氧化铁的话 是不能溶于水的 实际上 但是如果是盐酸的话 你把这个氯化铁丢进去 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 是跟它慢慢反应 生成了这个 所以这个不容的东西 会慢慢慢慢的消失的 并且实际上 在我们第三单元的时候 就已经学过了 所谓的过度金属 它形成的这些物质 是有颜色的 比如说 氯化铁它的溶液 并不是一个 无色透明的溶液 而是一个黄色的溶液 你还有点印象吗 在我们第三章里面 曾经有出现过 在我的PPT里面 有一张图片 五颜六色的溶液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那个实验 需要你操作操作的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一个 锡的硫酸 你看硫酸这个词 它的拼法 就是这样拼的 Sulfuric 这个地方它用的是个PH 在我们书本上 用的是F 对吧 F 所以两个版本都可以 都可以 Sulfuric Acid 那么 加入的是什么 加入的是氧化铜 Copper Oxide Copper Oxide 黑色的氧化铜 扔到硫酸里面去 这个黑色氧化铜 就是一个base 而且氧化铜 是不容易水的 是一个不溶于水的base 扔进去之后 会形成一个蓝色的溶液 它说 黑色的固体 溶解 并且放出热量 如果让你来摸一摸 这个烧杯的壁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放热 也就是一个热 比较会扔温度升高的情况 然后生成的是一个蓝色的溶液 你还记得吗 在我们的第三单元里面 那几个五颜六色溶液里面 就有它 就有这个硫酸铜的溶液 一个蓝色溶液 其实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溶液 那么颜色基本上就跟 这个背金板这个差不多 然后当所有的这个酸 都被中和掉了之后 has been neutralized 被中和掉之后 还有一些未反应完的 黑色的氧化铜在这个地方 于是我们就对它进行过滤 看看过滤怎么说 叫filtration 过滤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蓝色的氢液 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件事 就是我们想得到那些固体怎么办 我们再对它进行加热 是吧 叫heat to evaporate 那么我们加热使得那些水都蒸发掉 于是就会得到蓝色的这些 硫酸铜的结晶 你看硫酸铜硫酸根的拼法 sulfate 是吧 它也是用的ph 我们说了你用f也可以sulfate 好的 还有一个图片 我们来学一学这些东西的 英文名称该怎么说 比如我们从下网上走 下面这个是个本声灯 对吧 Bones and Burner 叫做本声灯 接下来有一个三脚架 三脚架叫tripot stand 或者简单的说也可以叫tripot 就可以了 再往上面看 这里是我们的试面网 试面网叫wiregauss wiregauss 再往上面走 这是我们的溶液 叫mixture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它放在了一个什么里面 叫做evaporating dish 这个东西叫做蒸发敏 evaporating dish 学学这些东西 看熟它 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本节的要点 首先是你要知道 酸跟金属反应会生成什么 如果二者可以反应 通常是生成一个盐 并且放出氢气 如果是酸跟不可容的base反应 生成的也是一个盐 但不是氢气 而是水 盐和水 那如何从盐溶液里面得到盐的晶体呢 我们用第六章所学的蒸发结晶的办法 多提醒一句啊 多提醒一句 在蒸发结晶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水完全蒸干呢 要小心 其实如果你把水完全蒸干了 会非常危险 因为你会发现那些晶体 会像爆米花一样的往外爆 你还记得吗 好我们来看第三节 这一节也是如何制备盐的话题 不过这一回我们用一个别的办法 叫做Precipitation Precipitation 那么Precipitation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沉淀 沉淀 我在讲之前这一课的时候 是把二三两节 因为它们都很简单 我是放在一块的 所以下面的这个 学习目标里面 其实前面的前面的两条 这个是我们的上面一单元的 上面一个单元的 或者上面一节的这个学习目标 而第三节 这个或者第三条目标 才是我们本节所要求你的目标 就是如何去制备不可容的这些盐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所谓沉淀的反应了 Precipitation 沉淀 好我们来看这一页 这里有一个所谓的 氨盐 ammonium salt ammonium salt怎么样去制 是由氨和酸制备出来 比如 方方程式是氨 NH3和 这个 首先是 首先是氨在水里面会电力生成 氨根离子和氢氧根离子 而中间这个地方 是一个可逆的符号 这可逆的符号能告诉你 左边并不能完全跑到右边去 也就是 这里的氨并不能完全跟我们的水反应 生成这个和这个 这是说明它是一个弱的 奥克兰 一个弱减 然后如果是一个弱酸呢 请你 做出一个类比来 这个弱酸我们举出的例子 就是之前有谈到过的 所谓乙酸或者叫做醋酸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它如果跟水反应 会生成谁跟谁呢 我们来写写看啊 这个东西我们在 最后的学有机化学的时候 还会碰得到 那么它跟水会生成什么 生成的是我们的 这个地方的氢会电离出来 然后再加上一个 痒痒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是这一个箭头 不是很好 因为这是一个弱酸 跟我们弱减一样 它并不会完全跟水跑到六边去 所以这个最好会化成一个双向箭头 也就是可逆的符号 这是弱酸弱减的一个特征 它并不会完全跟水跑到这边来 而是部分的跑到这边来 然后因为它在水里面会 电离出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们就会跟酸反应 生成盐和水 比如说 比如说当我们把这样的氨 与硝酸反应的时候 氨首先会变成右边这样的氨根离子和氢氧根离子 氨根离子和氢氧根离子与硝酸反应 就会生成所谓硝酸氨 以及水 那么心里类似的写出一个 盐酸和氨的一个反应 如何呢 要知道的是 当你把这个通入到水里面去之后 它首先是变成氨根离子 和一个氢氧根离子 接下来我们再跟盐酸进行反应 于是就会生成 就会生成 作为的氯化氨 以及水 氯化氨和水 接下来是 我们如何从溶液里面得到硝酸氨的固体呢 氧酸氨的固体如何得到 我们之前有讲过了是吧 在盐溶液里面得到它的晶体 我们用的是蒸发结晶 但是这个要特别小心的是 它尤其不能够把水完全蒸干 因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容易分解的物质 实际上 你要是水完全蒸干 再加热 它就会变成其他的物质就跑掉了 你得不到那个晶体去了 然后硝酸氨呢 这里有一个图片 就是硝酸氨可以拿来作为我们的化肥 这是一个化肥的袋子 其实 你能在这个化肥袋子的表面上 或者说这个包装上看到硝酸氨这几个字吗 在这 ammonium nitrate 多说一句 多说一句 如果是NH3 这种情况叫做氨 这个氨 这个叫ammonia 词位是一个e的词位 而变成了NH4 变成这样的一个离子之后 那就变成了ammonium 词位有变化 不再是e 而是一个im这样一个词位 ammonium 其实它的中文字也不太一样 如果是NH3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气炭 那就会有一个气字旁 然后再加上一个氨 而如果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 我们把它看成是金属的一种东西 虽然它不是金属 但是我们似乎把它视为 类似于金属的东西 所以它就带着一个金字旁 它写出来是这个样子 在中文上也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去 制备一些不可容的眼泪 不可容的眼泪 不可容的眼泪 我们可以通过可容的眼 和另外一个可容的眼 生成一个不可容的眼 而这样一个 可容的东西 加可容的东西 生成不可容的东西 就叫做 precipitation reaction 叫做沉淀反应 学了这个词很长 有点难 叫precipitation 这个叫做沉淀反应 除此之外 请你再多记一个词 叫precipitate precipitation precipitation 这里是个a precipitation 这是这种反应的类型 叫做沉淀反应 而如果我把它改成 precipitate 那么这个 当然它也可以作用动词 用就是沉淀这个动词 那如果它是一个名词的话 就指的是 生成的沉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precipitate 而这个反应叫做 precipitation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 硝酸钳 AQ告诉你 它是可容的 一个可容的盐 你同意它是个盐吗 还记得什么是盐吗 盐其实来自于我们的酸 对吧 用金属 或者是 安根离子 来替代掉酸里面的氢 就是它 比如这个地方 我们是拿铅 替代掉了硝酸里面的那个氢 于是就变成了硝酸钳 那这就是一个盐 硝酸钳与 点化钾 这也是一个盐 看得出来吗 其实我们是跟谁 跟氢点酸 氢点酸 然后我们拿钾 这个金属 替代掉了里面的氢 于是生成的点化钾 就是一个盐 同样 这个也是可容的 可容的 两者都是AQ 两个可容的东西 生成了一个 不可容的点化钳 点化钳 不可容的东西 它是一个固体 中文呢 发明了两个符号 一个是这个符号 一个是这个符号 这个表示了沉淀符号 而这个表示了气体符号 不过这两个都是我们自己人的事 在国际上 我们调程里面并没有这两个符号 如果你真的要表示这个东西是个沉淀 就请你把它对应的状态符号标上去 比如说看到这里AQAQ 这里是S 那就知道这个东西 它是不容易水的 它是一个沉淀 然后最后这一个硝酸钳 仍然是一个AQ 仍然是可容的 可容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现象 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可容的 这个烧杯里面装的是我们的点化钾 一个无色透明的容液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对于钾来说 对于钾来说 它是一个我们的简金手在第一组 第一组的话通常都没什么 很有意思的颜色出现 点化钾也是这样 无色透明的容液 而对于硝酸钳呢 硝酸钳碰巧 它也是一个无色的容液 但是当两者反应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好看的一些 别的颜色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这些离子是均匀分散的 或者说是无规则排列的 对吧 我们说过了 在第二章我就讨论过 这些离子晶体是什么样时候 才能导电呢 当它们溶于水之后 这些离子就变成了 可以到处移动的情况 变成了自由离子 那么它就可以导电了 同样 硝酸钳也是这样 硝酸钳在溶液的时候 那么这些离子是杂乱无章的 是可以到处跑的 所以它就会可以有导电性 但一旦两者相碰的时候 当这个加进来之后 还记得我们在第三章 学过一个东西叫做 这个 不是第三章学到 这是后话 那么当两者相接触的时候吧 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 会学一个叫做 原子的碰撞理论 也就是说 当这些东西相互接触的时候 相互接触 那么 哎 你会发现 本来是杂乱无章的东西 就变得有序起来了 比如看下面这一块 是不是变得很有序了 这个紫色的是我们的点 蓝紫色的是我们的点 然后这里的这个灰色的是我们的钳 然后你就会发现 它变得非常非常的 秩序紧燃了 那么变得秩序紧燃 实际上就形成了 所谓的晶体 而这是一个离子型的晶体 还是 构架型的晶体 是我们第二章讨论的 那几种结构里的 哪一种结构 点化铅 点化铅 铅是一个金属 点是一个非金属 金属与非金属的结合 这是我们的 Ionic 然后从这个图片里面 你能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巨型的结构吗 Giant结构吗 是不是不止 一个这个 签或者一个点的事情 而是 好像可以 这只是一个片段 好像还可以无限的 延长下去 延伸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 巨型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 这一个图片里面 能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 不同的信息 然后你会发现 我们得到的 这一个沉淀 这可就好看多了 这是一个 黄色的沉淀 实际上 如果我们把这个沉淀 再做得小一些的话 我们再把它 比如说 重新再结晶一遍 我们会得到更小的颗粒 这个更小的颗粒 可以做一个非常有趣的 叫黄金雨的实验 好的 通过利用这些沉淀反应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比如说 进行污水的处理 比如这里是污水的处理场 污水处理场 好像有好几个大池子一样 那么比如说 有一些重金属 铜 这些东西 显然会污染环境 那我们怎么样 把它变成沉淀 沉淀出来的 有一个办法 就是提高PH 还记得PH是什么吗 是一个关于这个溶液 是酸性 是碱性 是中性 或者有多酸 有多碱的一个标定 是吧 还记得 如果我们把PH值升高 PH值升高 那么就是酸性变弱 而碱性增强 那怎么样使得碱性增强 我们可以往里 扔一些 扔一些碱 扔一些碱 你可以想的 比如说 我们扔一些奥克兰 氢氧化钠 可以 氢氧化钙 可以 不过 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 扔氢氧化钠 没有扔氢氧化钙 那么便宜 所以如果我们要处理 很大一池子水的话 从便宜的角度上来说 扔氧氧化钙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来写一个化学方程式 瞧瞧 我们要将里面的 铜离子感出来 然后我们扔进去一些 例如 例如 氢氧化钙 氢氧化钙的话 我们认为它是可融的 所以它扔进去之后 氢氧化钙会给出 氢氧根离子 氢氧根离子 就会跟里面的铜离子 发生反应 然后 一个铜离子要结合几个氢氧根呢 两个 生成了氢氧化铜 如果我非要去表示一下 这是一个沉淀 不要去画那个箭头啊 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 然后把这里的氢氧根离子 写上状态 AQ 这里 AQ 而这里 写个S 别人就知道 这是一个沉淀了 好了 这就是 处理污水的一个办法 通过沉淀反应 让那些重金属 或者怎么样 变成沉淀 最后 沉在底部 那么水里面的 这些重金属的含量 就大大的降低了 最后我们来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这一块的 学习的一个内容 首先是 你要知道 如何用 离子反应 这个方程式来描述 所谓的Neutralization 所谓的中和 你知道怎么样 写一个这样的式子吗 你觉得中和是什么 中和是酸碱生成 盐和水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 最常见的 锡盐酸和氢氧化钠 会生成 氯化钠 和水 那么 这一个 怎么样写成 离子方程式呢 是氢离子和 氢氧根离子 生成 水 生成水 第二个 如何 从酸和碱 得到一个 盐呢 这个是我们上次课的话题 我们再来说一说 酸和碱 如果生成 生成物的话 是一个盐 加上一个水 不过如果这个盐 是可以溶于水的话 那你还要再经过一步 就是真化结晶 才能得到我们的盐的晶体 最后就是 我们如何来得到 不可容的盐呢 不可容的盐 我们本课学了一个办法 就是通过两个可容的盐 是可以称成不可容盐的 例如 例如 我们本课里面的 是通过硝酸钳 这个可容的盐 跟 点化钾 另外一个 可容的盐 反应生成了 硝酸钳 和不可容的点化钳 这个不可容的点化钳 就是我们所谓的沉淀 你还觉得沉淀的英文怎么说的吗 Precipitate Precipitate 而这样一个反应 我们把它叫做沉淀反应 叫Precipitation 总体来说 我们在 这个单元里面 又学了两个新的反应类型 一个叫做沉淀反应 Precipitation 而另外一个叫做 Neutralization 还记得吗 中和反应 酸碱生成盐和水的 叫Neutralization Neutralization Neutralization 好了 以上就是 这三节的内容 如果有什么 值得改进的地方 也欢迎你提出来 包括 有什么样的问题 也欢迎你弹幕留言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 跟我进行交流 那么 下一次 我们将会进入 第八章的学习了 那么 下次见 拜拜 拜拜